转换法阵之中 必有天妖之气 方兮眼眸微亮 如今外道原鹰 还在苦兮兮地拿妖气做测试 最多拿出一定成果 打出名气 但距离天地元气粒子图谱 还是遥遥无期 毕竟普通妖气 与天妖之气相比 就是木炭与钻石的区别 若能拿到一丝 那九州界的研究 必然会有突破性进展 到时候 自己也能沾沾浮力 搞不好 不需要万古长青体 都化神有望 这一次大战 果然不去不行啊 可怜我就想种种树 养养鱼 怎么就被逼到这份上了呢 方兮颇为感慨 这便是清和剑存在的意义了吧 她起身 来到十组妖魔树下 沙沙 十组妖魔树经历雷劫之后 越发郁郁葱葱 青壁如同翡翠的绿叶之上 有一道道金银掺杂的纹路 看起来神秘非常 这次出行 必须带上老伙计了 方兮抚摸十组妖魔树的树皮 感慨一声 继而 便将黑位放了出来 一道道气根藤蔓落下 将黑位一卷 直接抬升入树冠之中 哗啦啦 无数藤蔓 与气根宛若最为精密的机械手 开始对这头四阶大妖 进行木傀儡的改造 任凭其大妖之躯 无比强悍 法宝难伤 却在气根 藤蔓之下不堪一击 方兮如今已经是 三阶巅峰的傀儡师 再加上从九州界中学了许多知识 炼制起木傀儡 简直驾轻就熟 比上一次炼制五行林族之时 更加流畅 丝滑 但感觉此头妖琴 各方面都不如 那青角妖兽的样子 毕竟对方觉醒了麒麟之血 乃是妖兽中的王族 这头铁翼英血脉 却只是中等 当然 再怎么样 都比鹿山龟强一点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终于 一只羽翼张开庞大无比 相貌猙獰的巨大黑色巨鹰傀儡 被妖魔术缓缓掉下 方兮看了看 又对铁翼英进行细微的改造 然后加装原本的腰单 轰隆 一股四阶妖气冲天而起 画形 方兮一掐绝 这铁翼英便被一层青色光芒包裹 等到光辉消散之后 变化为一道人形出现 背上并无翅膀 鹰沟鼻特征也消失不见 毕竟这次要上战场 方兮不想受到太多敌视 而将妖族炼制为傀儡 毫无疑问会受到更多敌意 如此一来 方兮望着这一具傀儡 忽然一摸出物界 伴随着银色的光芒闪烁 两头傀儡同时浮现 一具青角银币 脸色冰冷 身上有猙獰的缝合口 还有一具则鹰头人参 一条手臂乃是鸟爪的模样 三头四阶傀儡 配合那些杰丹级傀儡 纵然元英中期修士遇到 也要落荒而逃 这便是傀儡师的厉害之处 方兮手一掐绝 千机便秘术发动 一道神识念头浮现 落入木傀儡之中 当炼制完傀儡之后 他一转身 便见到妖魔术开始不断缩小 此妖魔术自从突破四阶之后 虽然还未能化为人形 但一些大小如意的神通 还是可以施展的 山海珠 开 方兮手上的山海珠刺青一亮 化为一枚蓝色珠子 开启门飞 十组妖魔术钻入其中 迅速开始变大 扎根 紧接着 方兮的长生术便感觉有些质色 山海珠洞府内的灵器 终究比不上翡翠岛的四阶 还好 我的长生术并未中断 自从发现 以木法身之上有变化之后 方兮一直挂着长生术 虽然迄今为止 也没有什么结果 就是了 其实 方兮一直觉得 可能这时祖妖魔术 才是自己最厉害的一位属下 若是真的放对起来 只怕什么鹿山龟 小青 四阶傀儡 都不是其对手 乌乌 失去十组妖魔术之后 幽冥地脉所在的裂缝 又浮现出来 不过这一次 有着方兮之前布置的五行禁制 那一道道地脉阴气 倒是十分乖巧 并未冲击封印 与此同时 整座翡翠岛都颤抖了一下 四阶的九幽悬墓大阵开始退化 变成只有三阶巅峰的悬墓大阵 这座岛屿之上 还有我不少身家 不说长青殿之前移植的一批灵药与寄土 还有那万亩灵田 以及养植的碧水溢蛇与风雷脚蟒 看来 应该将鹿山龟留下 以其四阶十粒 有什么乱子 一般都能处理了 方兮准备将大清小清一起带上 倒不是为了摆出龙凤拉车的排场 而是之前龟山所言 令他心中一动 小清这头三阶的青火鸾 似乎可以拿来作为 埋伏天凤一族的诱饵 毕竟其血脉天赋 从能觉醒青鸾火来看 当真无比优秀的 可惜 方兮收服此灵秦之时 便已经练就外道原鹰了 青鸾火虽然神妙 却并未怎么利用起来 除非 等到青火鸾晋升四阶 那青鸾灵雁的威力 必能有一次暴涨 到时候 只怕小清在原鹰期中 光靠此灵雁便足以横行了 数日之后 公灵与凤冰仙告辞离去 并且都向方熙这个三国盟盟主表示 愿意搬迁宗门进入三国 加入三国盟的大家庭 方熙对此一视同仁 在五国画出两块领地 算是给了凤冰仙跟公灵一样的待遇 而没有多久 一辆龙凤拉着的华丽车架 便进入了万寿山脉 老奴拜见主上 万寿山脉当中 一道流光飞来 恭敬下拜 正是鹿山归 此老今日不知为何 又变得恭紧了许多 大概是见到方熙 砍瓜切菜一般 将那一头 比他更强的铁翼鹰收拾了的缘故 至少归山自存 自己绝非黑位的对手 甚至对方施展飞顿之法后 他连跑都跑不掉 可就是那样 一头画形大妖 竟然就被龙鱼岛主斩了 此老心中不由敬畏之意大声 简直将方熙当作 原英后期的大修士 一般看待了 嗯 我准备去江国 这段十日之内 翡翠岛便交给你照顾了 方熙在龟山的肩膀之上拍了拍 和颜月色地道 请主上放心 老奴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会力保翡翠岛不失 龟山立即大拍胸脯 不错不错 方熙满脸嘉许 心中却是在吐槽 我信了你的邪 若是敌人不强 你自然会该出手时便出手 若敌人太强 你这头老乌龟 肯定是保命为上 不过算了 若是翡翠岛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刚好遇见 连龟山都无法解决的敌人 那方熙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最多日后再将仇人灭门 为手下们报仇 元国 数十头追风笋 正在天穷中肆虐 时不时降落 灼杀地面上逃跑的一对修士 这对修士之中 也不是没有人分头逃亡的 但每到此时 却总有一头追风笋落下 将他们彻底杀死 幸存的修士看到这一幕 自然知晓 这是妖兽在玩弄他们 毕竟这一群追风笋 都是三阶妖兽 智力并不低 饶是如此 他们也只能憋屈地 按照天空飞擒的意思 汇聚成一对逃亡 或者说被驱赶 该死的追风笋 我跟他们拼了 地面之上的修士队伍中 看到几位落后的修士 也被一头追风笋灼死 一名青年铸鸡 终于忍耐不住 手往怀中摸去 在他怀中 还有一张福宝 这可是他家族先祖留下来的底牌 只要出其不意 至少能重创一头追风笋 慢着 旁边一名老羞死死 抓住他的手 不能冲动 可是 这些妖鸟就是在玩弄我们 青年铸鸡满眼血丝 我道旅亲弟弟都死了 嘿嘿 拼命谁不会 关键是要拼得有价值 老修掀开衣衫 献出一串雷珠 老夫之前当过一段时间的猎妖人 熟知各种妖兽习性 这些追风笋的行为很不正常 明显是在驱赶我等 按照老夫推测 不是要将我们驱赶至幼鸟鸟巢所在 就是去为了一头即将进阶的鸟王 如我们这等羞饰血肉 富含灵气 当真是妖兽进补的无上佳品 那为何不直接杀了我们 青年疑惑道 这大概便是妖鸟的恶趣味了 总而言之等到了鸟巢 有什么压箱底的家伙事都拿出来 老修脸上也泛起一丝狠色 最好是鸟蛋与幼鸟 给它们来个段子绝孙 一行修士不断被驱赶 来到一片青涩的山崖之前 在山崖之上 果然有一座座巨大的鸟巢 不对 没有雏鸟叫声 不好 老修士却是惨然一笑 此地应当有一头 即将进阶的鸟王 需要我等进步 凭借它们的手段 绝死一击 或许能灭掉一些雏鸟 但想要对一头三阶巅峰的邀请 造成多少伤害 却是做梦了 力 诸多追风笋在天空中盘旋 一只巨大的翅膀砸碎半边悬崖 直接从山体之中伸出 三阶巅峰的妖气 令这群修士都开始窒息 就在这时 天地之间 又有一道清脆至极的剑鸣之音响起 给大家看 鉴 Cotton